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暖湿气流开始活跃 但是冷空气又有一定实力的时候 整个的雨带会压在我们华南这一带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华南前逊期 也就是四五月份 比如现在最近的多场这种暴雨 就属于华南前逊期 雨带就在这个湖线之下 然后随着冷空气势力逐渐的减弱 而暖湿气流不断的增强 整个雨带开始向北台 所以到五六七八的时候 特别是六月份 基本上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开始停滞 那么这个时候冷暖空气对垒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出现的就没雨季节 也会出现连续的降水 甚至比较强的降水 所以这个时期的如果说在世博会的话 那至少观众要注意一定要带雨具 因为这个时候的下雨的概率非常大 而且降水的强度也会比较大 那么随着这个气候带的这个摆动 等到这个富二代高压再牺牲 在北台的时候 那么这一带地区就会出现高温天气 而出没整个的雨带就又向上北台了 所以到了差不多十月份左右的时候 雨带又有一个季节性的这个难落 那么整个一年的一个雨带的周而复始的一个周期就结束 其实那听周老师这么解释 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无论是前逊期还是这个梅雨季节 其实它主要都是受一个系统的控制 对它主要是从我们预报来讲的话 主要是富二代高压它的北原的这个位置 和它的这个西极点的这个位置 来决定整个这个雨带的走向和它的这个南北的这个位置 好的 谢谢周老师的精道解释 那我们下周继续来听周老师的定真科普时间 拜拜 拜拜